政協第十三屆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1号上午在北京开幕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 第十三屆全国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 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屆 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 为全国政协十三屆 四次会议召开做准备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 政协全国委员会 协商工作规则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 政协十三屆全国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 2020年工作情况的汇报 以及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里 主持开幕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 分别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